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 广为传唱的《月荣光归香港禁制案》公布裁决 香港高等法院驳回了律政司的禁令申请 法官指出 若批准禁制令可能会产生寒蝉效应 香港高等法院拒绝了给《月荣光归香港》 《Wallway to Hong Kong》这首歌下禁令的申请 香港律政司今年6月初向法院申请禁制令 要求禁止公众传播这首歌的旋律与歌词 禁止的行为包含借此意图侮辱国歌 或是致使误会《月荣光归香港》 才是香港特区的国歌 港媒之前曾指出 若禁令通过 《月荣光归香港》将是香港历史上第一首禁歌 这首歌在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广为传唱 它是由匿名作曲人 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创作的 歌词讲述争取自由和民主 提及黎明来到要光复这香港 为正义时代革命等 根据港媒香港01报道 法官在判词指出 禁令针对的行为本已属刑事罪行 在本港稳健的法律制度下 御政司无法说服禁止令有何实际用途 此外 在执法方面 禁令会与现行刑事法律有所冲突 包括国安法 香港电台报道 法庭还表示 在考虑申请时 需顾及言论自由 指虽然言论自由不是绝对 但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权利 在未能满足相称性等要求下 法庭不能以法律限制言论自由 而批出禁止令 可能会产生寒蝉效应 令动机清白的人士 可能害怕违反本禁制令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因而选择不参加涉及该歌曲的政党活动 法官又认为 香港计协对禁止令表达担忧 已经说明潜在的寒蝉效应 而香港记协主席陈朗生对财学表示欢迎 他表示 财学反映法庭认同 如果批出禁止令会产生寒蝉效应 令无辜的人 也害怕其严重后果 而不参加相关的政党行为 包括新闻报道 认为政府在行使权力时 一应小心 近年 多场国际或地区体育赛事期间 主办方播放的香港国歌 为怨荣光归香港 而不是中国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 引发港府多次批评 2022年底 港府要求 Google在使用者搜寻香港国歌 实显示正确的结果 称Google有责任移除 愿荣光归香港 并将义勇军进行曲 置顶 但遭Google拒绝要求